Hello,我是Dr.P.Patrick 我繼續講關於債券價值 今次相同的例子 我們有一個三年期債券 由2014年1月1日到2017年1月1日 債息率的Coupon率是8% Face Value是1000元 芝息率YTM Market Interest Rate 即市場回報是6% 唯一一個分別就是 債息是每半年給一次的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可以怎樣去計算債券的價值呢? 就會看這裏 首先我們要計算每一個時期 Coupon Pay Per Period 今次的Period 意思是半年 因為半年派一次息 我們要計算每期派多少錢的息 分別要把票面值 Face Value 乘回Coupon Rate 今次要再乘回二分之一 因為你每年派兩次息 所以我們要收兩次息 所以呢 我們要把Coupon Rate的債息率 原本是計算每一年 我們便要去除二 因為半年收一次 所以最後我們會計算每半年 你應該是收四十元的息 而這個時間線上 你會見到就是 我們要計算的地方 都是P0 Price at Time Zero 即是今天要付的價錢 當你付完 作為投資者 當你付完這塊錢之後 你在這個時間線上的半年之後 這個位置你會見到是0.5 0.5上面是四十元 因為我們每半年收四十元 所以這個位置你放四十元 再半年之後 即過一年 我們便收第二次的四十元 年半之後便收第三期的四十元 如此類推 所以你會見到 在最後第三年 我們會收到第六期的四十元 還有 債券在最後的時候 即是2017年1月1日 這個例子 我們會收到最後一千元的票面值 所以在第三年 年尾 你應該收一千零四十元 而用我們現在價值的算式去計算 你便將所有將來所收的現金流 全部計算他們的現值 第一期四十元 你要除的便除 一加利息 但是留意這個位置 我們會是 一加這個位置 你會將6%的市場利息 是除二的 因為現在計算的是 你半年收取的四十元 所以你除的利息 你應該是將6%分開兩份 除二的 另外一件事 第二期的四十元 是一年之後的 但是這個四十元是屬於 第二次所收的錢 所以你要將四十元 除回一加6% 除回二 括住之後 你要是二次方的 因為你是收取第二次的四十元 如此類推 將四十元 除回一加6% 除回二 今次就要三次方 因為你是收取第三次的 四十元的債息 到最後 將第四期的錢 第五期的錢 以及第六期的錢 我們要放一千零四十元 在份子 除的時候 除一加6% 除二 今次就是六次方 最後 經過這條算式 將這六個數加完 我們應該會計算到 一千零五十四點一七 這個數相對上 你要計算比較複雜 但是如果你要用 財務計算機去計算 其實一點都不難 首先 又是這部機 BA2 Plus OK 你開了機之後 先清機 清機的 第一個步驟也是一樣 先按第二次 然後再按 Cancel 這個按鍵 今次我們要進入的地方 就是 首先進入所有 所有這些數字 包括了 就是四十元的債息 OK 那就進入四十吧 我們要進入的債息 應該是按PMT的 PMT的英文 就是Payment Per Period 接著我們要進入的是年份 雖然年份是三年 但是因為我們 總共是收取了六次息 所以 我們可以按的時候 是三年裡面 乘回每年兩次的息 你應該按到是六 等於六之後 你就按回NN 就是派息的數量 就是六次 然後 我們要進入的是市場利息 由於市場利息 每年六個Percent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計算半年一次派息 所以我們應該是 進入三個Percent 在裡面 記得按3就可以了 按3之後 就按I-Y這個按鍵 最後 債券一定是 要進入第四個數 那個數就是 1000的 票面值 票面值 是屬於三年之後的數 所以我們會按FV 當你進入四個數值的時候 我們要計算的就是 債券價值 所以我們要按左上角 Compute這個按鍵 CPT 然後再按PV 所以你會看到 就是1054.17 而這個數值 和你剛剛用數值 普通計算機所按的 計算機的數值是一樣的 它就是106 超級5的捗子 用刷子 就是104 0 所以是105 操板 上來